通货膨胀提高了生活成本 而随着年末的感恩节、圣诞节等节日来临 制作饼干蛋糕时必不可少的奶油也贵了不少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过去一年里食品价格上涨13.5% 是1979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 其中奶油价格上涨了24.6%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截至8月27号奶油平均价约为每包4.77美元 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高点 过去几个月内牛奶产量下降与加工厂的人力短缺 是奶油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并且也直接影响奶油价格 报道显示与疫情前相比 奶制品公司AMPI的奶油产量下降了5%至10% 公司还同时面临工厂夜班人员短缺的问题 并因此缩减了多条生产线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